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首先给你们这些有福的人拜个年 这个牛年开始了 一般拜年都说什么牛气冲天 你们千万可别牛气冲天 为什么一个人太牛 就是所有不顺的开始 我们今天是新春开运法会 你要有一个好运程 那么你就不能够牛气冲天 那么我们牛年学什么呢 学老黄牛 大家知道在北方耕地的老黄牛 脚踏实地 然后心情耕耘 然后埋头苦干 不看别的 就是低着个头 埋头苦干 只问耕运什么 不问收获 结果是收获是必然的 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 祝愿我们所有的修行者 像老黄牛一样 心情耕耘 自己的两块土地 一块土地呢 是我们人世间的福报 福田 一块土地呢 是你身体内的 内心田 内在自己的心地 这个扫地扫地扫心地 要用这个老黄牛的精神 孜孜不倦的 这个脚踏实地的 修好这两块田地 一个是外在的福田 一个是内在的心田 把这两块田地 都耕耘到 这个硕果累累的程度 说祝福你们在新的一年 才圆广尽 万事横通 一切吉祥 心想事成 这个全家快快乐乐 幸福美满 扎西德勒 这个新的一年 开运 这个我们这里开这个运 开得特别好 是好运连连 喜事连连 这个可能你们在座的 有知道的 这个我们这个百夫门 超市 已经成功上市 这个是我们这个 这个原来 没有想象到的 原来我们是想五年后 十年后 这个好好经营 把它经营到上市 结果呢 我们是正式开业 还不到一个月 这个大家过了个年 我们就上市了 已经上市成功了 掌声一下 这个 这是天助我也 神助我也 众生助我也 所以一个人不能靠自己 很多人 这个就像老黄牛一样 只知道耕地 只知道干活 不知道求人 所以我们真正的智慧者 要学会着求人 求什么人呢 求圣人 求那些已经 成为我们的模范 那么 利用自己 有限的生命 证得了永生的人 这些我们称为圣贤 在佛法里面叫阿罗汉 菩萨 佛 那么在 这个 我们道文化中 称为这个 大地 称为天尊 这个 在这个西方文化里面 他称为先知 所以我们求这些神 求他们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立下了 很多大的誓愿 这些誓愿 就是要帮助我们 穷人 得财富 这个 痛苦者 远离痛苦 获得极乐 所以他们都 在修行的因地中 发了大愿 只要我们恳求 他们的神通力 那是超越天地的 任何鬼神的神通力 所以我们 这个 每年 一逮着机会 我们就做法会 帮助这些圣者 完成他们的愿望 他们的愿望 就是 广度 有缘众生 让广大众生 离苦 得乐 所以我们帮助他们 实现他们的愿望 这个 在圣经中 耶稣基督 曾经告诉他的信众说 你们要打工吗 我们所有的人 你即便是个老板 也是个打工者 所以耶稣说 你要打工吗 你要打工 你就为上帝打工 为什么要为上帝打工呢 你为上帝打工 上帝 给得起 你的薪水 就是 你要多少薪水 上帝会给你这个薪水 你为上帝打工呢 那么 上帝是 眷顾你的 他时刻在 关心着你 这就像一个老板 关心着自己的员工一样 所以你为上帝打工 那么就是 完成上帝 在人间的愿望 所以上帝 就会首先 让你回到他的身边 成为圣 所以我们在座的各位 我们在不同的行业中 做着不同的工作 但是你记住 你不要为自己打工 不要为自己的家庭打工 不要为自己的儿女打工 你做的这份工作 你要为 这个圣者打工 你是个开饭店的老板 那你要把饭菜做到最好吃 让来吃饭菜的人欢喜 让他们开心 让他们嗨 他们累了一天了 吃了一顿很好吃的饭菜 他们很嗨 这就是上帝要他们嗨的 这就是道让他们嗨的 这就是他们心中的那个如来 让他们大自在的 所以你在各行各业 你只要心念一转 不再为自己做这份工 而是为上帝打这份工 为道打这份工 为诸圣贤 度众生 让他们脱离痛苦 远离烦恼 打这份工 那你就是为上帝打工者 你就是为佛陀 为佛祖 为佛菩萨打工的人 你就是为三清圣祖 道祖打工的人 所以是 那么你获得的这个支持 它是不可思议的 所以这个叫什么 量子纠缠 又叫量子坍塌 你的信念定在什么地方 我们百夫门超市 为什么能够在全世界 成为一个从开业到上市最短的公司 我们开业不到一个业就上市了 这在世界的这个股票 这个上市公司 这个历史中 这是第一家 你们连掌声都没有 但是你们就 怎么就获得福报 为什么 我们当时给超市起名的时候 就起了个百夫门 很多人没有领会其中的善意 为什么要叫百夫门呢 我们光有五福还不行 五福里门 这个还不行 还要百夫千祥 都应进自己的家门来 所以我们叫百夫门 暗寓意着 就把百夫千祥 带给普罗大众 带给人类社会 所以逢是在百夫门里面 转一转的人 都会转运 但是你们今年 咱们今天很多人来参加 开年的这个新春 转运 开运大法会 这是最简别的方法 什么意思 这个老师教了没教 教了 去百夫门转一转 什么意思 光光百夫门超市嘛 掌声一下 有的人说 老师 百夫门超市 不是离我们太远了 我们那周围没有 好 现在就让百夫门超市 进你的家 请你们拿起 拿出自己的手机来 全部人 拿出自己的手机来 包括线上的 你们在线上听的人 之前是不让你们 用手机的 现在 让你们拿出 自己的手机来 好 云林同志 现在指挥着大家 怎么打开手机 下载APP 百夫门 好 大家就是去你们的APP 你们的App Store 或者是Google Play 然后寻找 百夫门 或者是 百夫mart B-A-I-F-U M-A-R-T 旁边的同学 也可以帮忙 我们的新朋友 找一下 So all you need to do is to go to your App Store or Google Play and search for 百夫门 B-A-I-F-U Space M-A-R-T 然后下载 这个APP 海外的同学 也可以下载 因为这个也是在 我们的Google Play 或者是App Store 你会看到有一个金币 非常缓缓的 这个征照 它有一个金币 写着百夫千详 然后还有一道门 可以进去 所以你们要打开这个APP 然后下载 成功的了 成功地亮一下自己的手机 来跟老师的手机对一下 这边还有 那边还有 好 有了 有了就接到了什么 百夫千详 师父你们 好了 以前师父曾经给你们讲过 狗富贵 物相亡 是不是我们中间很多人 已经参与进来了 希望你们带动更多的人 一起来参与 让他们真实地改变命运 改变财运 改变事业运 改变自己生命的运程 这个 今天我们是新春开运大法会 所以是上来 就是让大家沾沾光 我们已经 这个OSS这个平台 已经好事连运 好运运 所以是希望大家沾百夫门的光 然后在今年 都裁员广进 万事鸿通 心想事成 好不好 好 下面我们就进入正题 这个 一命二运 三风水 四季 阴功 五读书 这是我们传统 道文化中的一个口诀 也就是说 人的一生 决定你的是命 第二个是运 如果要改变命和运 用第三个方法叫风水 第四个方法 这个 几阴功 大家在 捐钱 在做福报 这才是第四个 重要的 第三个重要的是风水 第二个重要的是 开运 改运 第一个是 改命 第五才是读书 读书 学习知识 学习经验 那么现代人不懂 这个窍诀 所以是 只是什么 读书 基因功他也不干 风水他也不干 那么 改变命运 就成了一句虚假的话 很多人 这个春节期间来 找我拜年 说了 说师父 我为什么这辈子老倒霉 我学佛学了二十年 至今还倒霉 我说 你能没学对佛 你不要埋怨学佛 这个学佛人呢 他是一定会把命运改掉的人 释迦牟尼当年 如果不改变命运的话 他就是一个国王啊 小国国王啊 他天生王子嘛 王子继承父业 然后做一个小国国王 然后很快就被人忘了 你们看看跟释迦牟尼 在一起的那个时代的 那个年代的富豪 那个年代的国王 谁记得 两千五百年前 没有人记得 只有我们伟大的导师 释迦牟尼 他舍掉了自己的命 不做国王了 然后去教书了 去讨饭了 然后通过修炼 彻底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获得了永生成为佛陀 成为不辞者 所以他的学问到今天 两千五百年 依然在什么 全世界 在整个人类社会流传着 并且流传着 越来越广大 越来越圆满 所以一个学佛者 你的命运没有改变 就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没有学对佛法 如果一个真正学对佛法的人 他这一点 后天世界中 百分之四的世界里的 这个命运早都改变了 改变成什么样了 改变成 心想事成 事事圆满 事事如意 然后快快乐乐 事事 那么叫极乐世界 心境国土境 心境 就是活在极乐世界中 并且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连一个要想完成 去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 去往生的人 阿弥陀佛经中 阿弥陀经中都告诉我们 不可以少善根福德 因缘得往生者 这是一个学佛者 我是指的出家 我没有出家的 这个局势众 在家众修不佛 你少了福德 少了因缘 少了福田 少了功德 那就不是学对了佛的人 所以大家要重视 这个一个人真正想改变命运 就只有走一条路 修炼这一条路 这个有人说 师父 那不还有三风水吗 可以通过风水改造命运 风水 有外风水和内风水 外风水 是你的一报世界的环境 你的居家风水 办公室风水 这个小区风水 国家风水 这都是一报世界 你依托沓而生存的 这个世界的风水 最主要的风水术 是调好你自己 身内的风水 要自己身体里面 风生水起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打坐 修正舍方他 修禅定 我们人体 就是一个世界 你的脊梁骨 就是一座大山 你的脊梁骨前面的空腔 就是骨地 你的左胖 你的左胖胖和右胖胖 就是左青龙和右白虎 左青龙右白虎 后面有铐 前面有罩 罩要空虚 所以你只要两腿一盘 双手 一个左手在上 男的左手在上 女的右手在上 这一抱 你看你是不是一个风水镇 你们抱抱 试试 后面是一座大山 后面有铐 左右有抱 前面什么 有罩 你整个扶腔就是一个空骨 空骨里面 这个 只要后面的靠山起来 两个笔 胳膊一抱 这就是一个自然的 最美的风水镇 所以释迦牟尼 带着徒弟 在晚上 就是白天讲经说法 晚上树下一宿 做什么 就是调风水的 就是调自己身体的风水的 你们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不要只是在外面改变风水 你要在自己的身体里面 使自己的气得以和谐 气和了 身正了 然后你一身正气了 你的福报就来了 你的福田就长满了硕果 就硕果累累 人体是个花果山 人家在花果山上 这个硕果累累 你的花果山上 是一个果子没有结 为什么 都是破败风水 每天 这个懒到 从来没有打一次做 人家是四正时打坐 子时 五时 卯时 有时 这个叫四正时打坐 一天打坐四次 每次一个小时 那么我们今天人没福报 你们总是借口说 师父我忙 对 你为什么忙 没福报 没福报才不是闲人 这个闲是悠闲的闲 只有闲人 才可以成为圣闲 大家不要把这个忙当成好事 你如果一天不用四正时 去正天地气 去正自己内天地气 和外天地气相合 你就无以正也 正是什么 正直的正 止于一的正 身正不怕影子斜的正 你就一身正气 所以你们这个坐不向坐向 躺不向躺向 走不向走向 身上全是一股子歪气斜气 坐歪着坐 躺斜着躺 然后走 咣咣着个腰走 为什么低头在看手机 你当然只有咣着个腰走 所以你整个身体是一身斜气 一点正气没有 那么我们整个的人 是一个小宇宙 你要想自己真正地有福德 有福田 你一定要天 要高 地要碑 就是地要矮 天要高 左青龙右白虎要骄 这个青龙白虎骄 朱雀玄武骄 你体内就一身正气 这是古代叫四正石 是天地 调整自己的阴阳的 很好的天地正石 这个时候我们人 这个时候我们人如果能配合上天地正石 我们人体的风水就可以改变 风是什么呢 风就是活气为风 活是活动的活 死气只能叫死气沉沉 不能为风 风 这个气流动起来的气流叫风 所以是气要有赖于水 水为气之母 有水气才能生成 沙梦里面没有气 干燥 寸草不生 是因为没有水 所以是外面有水的地方 万物就生长得繁荣 我们人体里面 如果水干枯 水枯竭 你就不可能有活气生成 没有活气生成 你整个人体里面全是死气沉沉 死气沉沉的人很容易看出来 为什么 我们叫一脸死相 从来不笑 整天愁眉不展 然后好像是全世界的人都该他八百万 一看那个脸死气沉沉 说你们现在有的人还死气沉沉 一点笑都笑不出来的人 那就是死气沉沉 你装一下的 装这个五眉弄眼 装一下笑 那你就还有点活气 所以我们开业 为什么要做法会 做法会 消业障 你为什么没有笑 你被压得受不了了 就像今天早晨 一起床 我两个双肩都疼 腰也疼 腿也疼 莫名其妙 对我们有经验的人知道 哦 好了 这业障来了 这业障 有我自己的业障 因为今天要办法会了 很多元秦寨主要借着 这个肩上的这个肩颈 放莲花 开莲花 送他们走 这是父跟母系的业障 头顶沉沉沉沉降降的 这是过去七世父母的业障 脊椎骨上面沉重 疼痛 哦 这是列祖列宗的业障 通过DNA带过来的 五脏六腑都不舒服 这是我们缺仁德 肝就不舒服 缺义德肺就不舒服 缺理德心脏就不舒服 缺智德肾脏就不舒服 这个缺这个甘德 刚才说仁德是母 仁义理智 智是什么 肾德 性是什么 性德缺的人脾胃就不舒服 所以你浑身都不舒服 那就证明你五德都缺 缺德的厉害 有的人叫五心凡热 然后六神五主 没有一个地方好 那这个叫五阴之圣苦 在佛法里面叫五阴之圣苦 所以每当法会来临的 头一天和当天 我都会不舒服 除了自己的业障 还背你们的业障 为什么 谁让你们出钱了呢 这个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这个道场 这个师父可不是那么好当的 所以将来我们这个 师父很有钱的时候 免费给你们办法会 你们股掌 股掌都是傻子 为什么股掌傻 按照股掌你不想掏钱 你的业障就还是自己背 你不是说股掌是傻子 师父明明告诉拿着你的钱财替 你再背业障 再消业障 你就使劲 师父不要钱办法会了 使劲股掌 那就是业障留着自己用 是吧 所以大家要知道 这个有些人很舍不得 这个立个黄牌 立个红牌 好像是这个隔肉一样 心疼 舍不得 这叫吝啬鬼 你这一辈子赚钱 不管多跟少 你总得拿出一个比利数 来清新消业 我们所有的不顺利 运程不好 什么原因 业障障碍呀 业力障碍呀 这个业力障碍 什么时间能够干净呢 可以干净的 你成佛的时候 一定没有业债了 我的师父熊老师 当时跟我讲 我说师父 你这个天天哄着我 烧纸烧纸烧纸 还是烧纸 这烧到哪辈子才不烧了 师父说 这辈子就要不烧了 我说怎么就能不烧呢 他说 你这辈子成佛了 就不用烧了 哪有一个 还有业债的佛菩萨啊 这个菩萨还是还债为圆满 他还要度众生 那佛不度众生了 为什么 为什么不度众生了 跟他有缘众生 他都度完了 他就成佛了 所以他没有业债了 所以说我们什么时间 不烧金银纸 什么时间不用参加法会 什么时间不用去 消业上了 你成佛了 就不用了 有的人来问我 师父你成佛了 我说我成佛了 你就看不见我了 为什么 我就走了吧 你也烦了 那就不在这 师父还有肉身在 那就证明没成佛 为什么没成佛 欠你们的 你看你们那些小样 高兴死了 师父欠你们的 真欠 不欠 不会在这啰嗦 管你们那些闲事 对不对 早去消消摇摇 到山里玩去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对清音宵夜这件事 别人怎么说 都不要去听 自己心里 要清清楚楚的 是我有业障 我需要去参加法会 我需要师父 做主法人 请到四圣众 请到六道众生 年年做 天天做 月月做 多做法会 你看又没有掌声 多做法会 你的就消了业障了 你就快速成佛了 所以清音宵夜 我之前讲修炼四大要素 修性修命修心 清音宵夜 清音宵夜是最重要的 为什么 你清音宵夜 不彻底 不到一个度数的话 你修心修不进去 你想心静如止水 你可以吗 吃点大麻 吃点儿肥药 可能就差不多 那叫糊涂 那叫昏尘 那也不是心入止水 心入止水是清清亮亮的 明明白白的心入止水 没有任何的烦恼 你做得到吗 修心要修到空性正见 如虚空 如云蓝天 清清静静 明明白白 什么都知道 自己心不动 意不摇 为什么做不到 业障啊 业力在障碍啊 圆琴摘主在闹腾你啊 闹腾你一会儿头疼 一会儿身上痒 一会儿脚麻 一会儿这儿又不通 一会儿那儿又不通 是不是修心修不进去啊 那修性 修性是炼神 那你神不归戒 他就成魔了 神跟魔就是一字之差 所以你的业障纠缠 使你神烦恼 那你就魔心就起 又想骂娘 又想摔桌子 又想打人 那就神变魔了 对不对 也是业障 也是业障 那么你身体 修命 修命就是使身体没有病 百病不生 这个气脉 七十七万两千条脉 脉脉通畅 身上就一锅蒸汽似的 流通着 阴隐着 舒畅着 那这个就是修命 修命 你们现在修不到这个水平 这是什么原因 业障啊 业障里面都是黑气 细胞里都是黑子 而不是白子 也不是清明的 清亮的光子 所以是这个命体 也修不好啊 所以是不清阴消夜 你修心 修性 修命 就是一句空话 就被真正障碍了 说历来祖师 第一要带出好徒弟里 好徒弟来 要带出好学生来 第一就是折腾学生 面来日巴大师传记 你们看过了 成就的大师 他师父怎么折腾他呢 六祖慧能更惨 他明明想到五祖呢 去听经 去修炼 结果还给发配到厨房里 做工去了 我以为我们在新加坡 没机会给大家做六祖了 终于是逮着一次机会了 就办百分门超市这段时间 很多人是不赖被折腾的 没有智慧 肯被折腾的人 他们都转运了 掌声一下 真的都转运了 那发财了吗 消了业障了 这个一群人 一百人跟我一起 干到半夜四点钟 凌晨四点 从晚上十点干到凌晨四点 让百分门超市变了个大样子 一万五千方尺的超市 一晚上变了样子 那么接下去几天 若干天 有空他们就去帮忙 有空去帮忙 不拿一分钱 累的是整天的 那几天就没人失眠了 我知道 为什么 一朝床还没洗澡呢 一朝床就睡过去了 这个累呀 做六祖挺好 你们师母一致嫌我肥肥肥肥 可好 我现在不肥了 肉都不见了 掉了二十斤肉 干嘛 当六祖当的 也是在超市的 每晚 每天 你们不去 我还得去 这个终于削了肉了 长了智慧了 所以大家又知道 修行 今年是牛年 牛年就是一个很重要的 你要转运嘛 你做什么都 脚踏实地地去做 修武德 修仁德慈悲 义德仗义 信德 讲信誉 做事 脚踏实地 智德 有智慧 理德 有尊卑 我们叫 为大人 为是敬畏的意思 对人家 财富超过我们 智慧超过我们的人 要恭敬 要敬畏 你看古代 至少认了师父以后 第一句话是 师父优先 什么叫师父优先 有好吃的 先给师父吃 有活 徒弟干 我的妈呀 现在社会是什么 有好吃的 徒弟先吃 有活 师父干 都是这样的 我在干 别人 还有不干的 还在看的 还在偷懒的 这个时代 为什么人心不古了 就是 就是 已经颠倒了 已经 你不敬畏大人 你既然叫人家师父 那人家肯定 比你有长处的地方多 你才要跟他学习吗 那你敬畏心都没有 你学个什么东西啊 就是 人意理智性 这五种德 是五条根 是你们这一辈子 能否成佛 能否成道的根 是根本 如果你们不能在今年 把它落到实处 每一件事情上 每一句话上面 每一个念头上 都能脚踏实地地 落到实处 把这五德 落到实处 你就扎根了 你扎根了 你的命运就改变了 这五种德行 五条根 是五行 五行全的人 五行都转扬的人 他的命运一定是大富大贵的 一定是吉祥圆满的 所以说我们 从修德上面 去改变命运 我们这个人是哪里来的 你们要记住 在古代天人合一的智慧里面 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这个地球上的 生命体 我们这个壳 你们现在 这个衣服扒光着的那个壳 不是这身衣服 是那个肉壳 那个躯壳 这个不来自地球 地球 原初的壳身 都是爬行的 是四条腿的 然后 两条腿的生命 是不是这个地球上的 因为不符合地心引力 所以 在释迦牟尼的启示经中 告诉我们 我们这一群 长着两条腿的生命 实际上是来自 色界天 光阴天里的生命体 也就是你们这个壳 是界壳 界壳修灵 这一个壳的第一批原产地 它是来自色界天的光阴天 因为当时地球 在几百亿年前 几十一年前成型的时候 这个地球上有水 有花 有草 在外太空看 是一个蔚蓝的星球 说光阴天的生命 看到这个星体诞生以后 他们很多人好奇 也是业债 这个使然 贪心起 就想地球 到地球来旅游 所以一群光阴天的众生 借着时空隧道 就到了地球上来了 到了地球上来 那些不贪的人 不动地球上的一草一木 也不喝一点水 所以当时空隧道 要关闭的时候 他们飞回去了 这就是各个民族都有仙女 飞天 仙衣 会飞了 那衣服一穿上就会飞了 这样的神话传说 但是实际上 这是我们光阴天的人的本领 是自然会飞 那么那些吃了地球草 和喝了地球水的 这些光阴天的人 因为染了 因为你贪 贪吃贪喝 染了地球上的 着重的能量了 你飞不起来了 叫染尘 尘土的尘 尘埃的尘 所以你飞不回去了 说飞回去光阴天的兄弟姐妹们 就告知各家的父母 各家的父母 就祈求光阴天的圣者 当然他们还是天中的神 说是来救我们这些 落入红尘中的人 结果这个地球的污染力太强了 这些神来到地球 又被染污了一大群 又飞不回去了 后来光阴天的尊者 才去求 成道的菩萨 成道的佛陀 圣者 因为圣者不昧 所以他们转为人生 在人世间 在人世间做人间的导师 一代一代地引导着我们这些 迷恋在红尘中的人 回归光阴天见老母 这就是你们经常见到 我们台湾 马来西亚 香港 新加坡 所谓的天道 先行的回家见老母 回归天道 但是天道究竟吗 在圣者看来 天人 阿修罗 地狱 畜生 恶鬼 这个六道轮回 都不究竟 天人虽然有天福 有天寿 寿命可以 几个大劫不死 但是终究要死 终究要轮回 所以圣者们 引导我们 去获得永生 而不是 仅仅回归天见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命运 你们想 研究自己的命运 一定要研究研究 我们整个人类族群 成体的命运 是怎么回事 也就是说 我们是天命 我们是光阴天的人 我们到地球来 这地球只是一个旅站 只是一个hotel 你要回家的 你要知道这样的一个天命 回家 还有六道轮回 说是 我们就回到那个永生的家 四界 九永天的静居天 去成菩萨去 去成阿罗汉去 去成佛去 这就要修一个报身 金刚不坏 做天人身 报身 是天人身 将来还是要坏 还是要死亡 只有获得 金刚不坏的报身 成为菩萨 成为阿罗汉 成为佛 才可以获得永生 这就是圣贤 引导我们整个人类 改变人类共同命运的教育 这种教育 传到今天 还有传承人 在传承着这种教育 在引领着我们整个的人类 人类是一个命运共同体 是一个群体 我们觉醒 提前觉醒 提前明白的人 要引导着整个人类的 去改变整个人类的共同命运 不仅仅是改变我们一个 小生命体的命运 所以我们今天 是新春开运 开什么运 天运 地运 众生运 一个新的时代已经来临 就是所有的生命界的众生 众生皆有佛性 皆堪作佛 整个的时空转变 那么到了金牛年 牛为仇土 为信德 那么金锐利 对应着我们人体又是肺这个系统 通过修呼吸法 禅定法 正身份他法 回归自己的正性 脚踏实地的修炼 觉醒自己命运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来在这个人间有多少钱就满足了 我们不是有多少房地产就满足了 吃了什么喝了什么就满足了 如果你们是这样就满足了 你们早就满足了 为什么你们现在很多人有很多钱 还在拼命地赚钱 因为你们曾经拥有过的 比现在拥有的多了去了 那不是能比的 因为你是如来藏 你是虚空藏 你是佛 你是如来 你是佛 你是如来 整个进虚空变法界都是你的 这个地球是你的 太阳系是你的 银河系是你的 141年的宇宙是你的 超141年宇宙之外的 3000个大全世界的宇宙 都是你的 所以你现在在地球上拥有几间房子 在地球上拥有几片地 你的银行存值有个几百万几千万 这都太小儿科了 所以说我们人叫无厌足 对于所有的物质的东西 是没有厌烦的 是没有办法满足的 这是因为我们曾经做佛 我们曾经做如来的时候 拥有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了 所以你这一辈子把整个的地球上的财富 都归属你 你也不会满足 把整个把地球上的 所有的房地产都给你 你也不会满足 因为你曾经拥有的 比这多了去了 大家要从这个角度 明白自己是虚空葬 我们的灵 我们的灵只不过是用这个壳 建了个壳来觉醒 建了个壳来成道的 这个肉壳一定会埋在土里的 这个肉壳也许会烧成灰变成骨灰翁中的 一堆成土 但是我们的灵是不死的 灵是永生的 只不过是你如果不能修成爆身如来的话 不能修成爆身成就金刚身的话 你一定这个灵还要借壳修行的 只不过那个时候你借了个壳 是借了个动物壳 还是恶鬼道的壳 还是借了个地狱道的壳 不是说你人死了以后 一定会借一个人壳的 说是我们该醒醒的 该醒一醒的 不能够再迷灯了 那么有的人说 我生活在这个地球上 我需要物质 我需要房子住 我需要车开 没有问题 一个觉醒的人 一定是一个大副长者 为什么 心想事成 他做什么都会成 老师想上市 这个动了个念头就上市了 不是吗 又没有掌声 那么睡觉了 老师想这个股票升一下 一下就翻一倍了 你看又没有掌声 这都是想出来的 心想事成 对不对 那么我想他再翻十倍 一定会十倍 未来啊 不是明天 大家要知道 一个大修行者 他是那么自在 他是那么自如 他是一种大自在的境界 不用像人家五年IPO 十年上市 这就是修行人的楷末 我是你们的师父 我是你们的老师 大修行人一定会穷吗 大修行人一定是没有钱吗 不是 你要修一个大自在 观自在菩萨 你做观自在菩萨 你是大自在 挥挥手而已 动动念而已 叫心想事成 你们的师父 你们的老师 给你们做了个榜样 要不要学啊 声音不够响亮 要不要学 师父喜欢听这个话 要改变命运 我们需要借助几股力量 一种是天的力量 一种是地的力量 刚才说 我们这个壳来自光阴天 来自光阴天以后 到了地球上 地球是一个自转的星球 地球是一个公转的星球 所以它的自转 就和周围的天体 形成了天左旋 地右旋 就在拧麻花 拧来拧去 就变成了DNA 双楼旋 你们知道DNA是一个左旋 一个右旋 你麻花 就变成双楼旋 所以我们这个壳身 光阴天是透明的 身体是透明的 所以你们为什么喜欢 有的女孩子喜欢穿白纱衣 世界你自己知道你在天上 那就是你的天衣 你就是天衣无缝 它就是你的身体长啥样 那一块布 就自然而言 就成为你的衣服 没有缝 叫天衣无缝 然后是纯透明的白纱 你的肉体也是透明的 这是光阴天的人 是由光组合的净明身 这是为什么我们修到 你们看观音菩萨 大师智菩萨都穿的白纱衣 它是净居天嘛 已经干干净净 没有一点污染了 已经纯光了 那就是光阴天呢 然后没有语言 不需要语言 你看我一眼 我看你一眼 什么事都明白 以光为传导的媒介 眼光一碰到一块 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没有语言 所以光阴天的人 是这样的美妙 但是我们到了地球 你受天的染物 受地的染物 天上就是日月星辰 地上就是金木水火土 天有天五行 今天还是金木水火土 五大行星 地有地五行 金木水火土 所以我们的人体就被天地五行 交合 染成了天地五行 共同构成的生命体 你的壳就不透明了 我们修行人到了一个时候 你看自己的手 是开始透亮了 看自己的骨 开始透亮了 身上有光了 这就是进步了 这就是去了很多天地的缠扶 天左旋地右旋 两个在不停地把你夹在中间 缠扶着你 纠缠着你 这一纠缠 形成了很多纠结 有些结就打成了死结 解不开的结 那么我们和天地有解不开的结 众生之间 人和人也有很多解不开的结 我们和六道众生 又有很多解不开的结 你杀动物 吃动物肉 吃着人家的肉 人家寄居在你身体里面 做寄居体 把你的身体当成他的房子住 这有什么不可以啊 这就是纠结 纠缠的结果 缠多了就成癌症了 结成死结了 那么居住的灵体在你身体内 堆积 太密度太高了 就不通了 气血不通了 就变成了动物的臭血 所以我们人体 是由四大类 有五大类生命体组合的 一种叫飞禽类 飞禽类呢 就是羽毛类的 你吃鸡 鸭 鸟 鸟子 这些有羽毛的动物 它的生命 纠缠在你的生命体里 你吃毛类 这个猪 羊 牛 这些毛类的毛虫 它的生命体 就和你的肉体 纠结在一起 林类的 鱼 这些所有有林的 龙 蛇 这些 有林类的 也被你吃 也纠缠在你体内 那么有盔甲类的 甲类的 甲鱼 这些乌龟 这些 也纠缠在你体内 说 左青龙 右白虎 猪雀是鱼类 玄武是盔甲类 再加上我们自己本体 是个罗虫 为什么 我们出生的时候 你穿着衣服出来了 你是不是赤裸裸的 一个小罗虫 死的时候是穿着衣服 过一段时间 衣服也烂了 你是不是又是落体的 躺在土里面 赤裸裸的 最后变成骨头架子 肯定更赤裸裸的 肉都烂没了 所以我们是裸虫 所以首先 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你知道 你是个什么东西 你和什么东西 有纠缠 你要把这些结给打开 所以我们要借助 天的力量 地的力量 把这些死结 一个个的死结 在我们体内的死结打开 用什么方法 才能打开死结 这就是说 用风水 用内在风水 你必须 修大做 一个不修大做的人 一个不修四成八定的人 他连去色界天 都没有资格 你死后 你做了一大堆善事 你称其量在六余天 欲界六重天 称其量在欲界天 你要到四界天的人 一定要修四禅八定 四禅八定就必须学打坐 四禅八定成就的人 叫正什么他就成阿罗汉了 披之佛了 他就步入六道轮回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们人来到人世间 如果你一天打坐都没学过的人 你太浪费了 你太可惜了 为什么 没有机会升色界天 更不要说到无想天 无色界天 那你更没有机会成佛了 说戒定慧三根本学 定学 禅定 修打坐 改变内风水 这是唯一的共法 无论你是学佛的 无论你学道的 你学耶稣的 你学所有的方法 都必须学打坐 学禅定 这就是止观法 为什么我们在 这么多年 八年的时间里 不停地强调 止观的重要性 这是我们生命升华的 唯一的一条通道 这是我们要改变命运的 最快的方法 只有一个修行的人 能够使自己内在的天 内在的地 内在的众生界 也就是你的胸腔 天就是颅脑腔 地就是下腹腔 只有一个真正懂得止观法 修行的人 你才能够使自己的内天 内地 内众生界 充满无量光 用阴阳放光的方法 一阴以阳为之道的方法 用其光 富贵其名 才能使你的天 天人身 透明的身 五脏六腑都透明 四肢百合都透明 叫什么 照见五云皆空 我们无论是要离开这个世界 我们还是活在这个世界 你要度一切苦恶 只有一个方法 照见五云皆空 你用什么去照 你拿个手电筒 能不能照 你拿着蜡烛能不能照 你都只能照外面 照不到里面 只有反观内照 把自己的光 往内反照 用自己的生命光 去照自己的五脏六腑 才能照眷五云皆空 只有用自己的生命光 去照颅脑腔 照胸腔 照下腹腔 你才能用其光 富贵其名 才能六咬 皆阳 大明中始 才能明明德 德是光气 本来是透明的 因为有污染 所以是不透明的 用其光 富贵其名 明明德 这是大人的学问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这是大人之学 乃是改变自己的名愿 使自己的天地人 内在的天地人 都放无量光 用这个光 使自己大明 一个大明的人 他是贵人 他是君子 他是大人 他是大人 他就是大人物 他是君子 他就坦荡荡 他自己的 内在的无量光 透出来 他就是菩萨 他就能度众生 度内在的天地人的 万物众生 度外在的天地人的 万物众生 都靠无量光 是自己内主 自己的世界 内主天地人的世界 所以只有你的天的光 内天的光升起了 内地的光升起了 内人法界的光升起了 你就能大化 化什么 化掉所有的结 使这些结 打成的结 都由光 化成光 光是空性的 光就不可以产生纠结 光就没有纠缠 那你自己变成 无量光 和你纠缠的 羽类众生 甲虫类众生 这个 毛虫类众生 那么 这些众生 都变成无量光 你度化它 你身体里 没有这些众生的信号了 你还原成 自己是 光阴天的光升 在这个基础上 再用自己的肉壳身 把这个 做成模具 变成一个 不坏的金刚爆身 你就不用再去 天界轮回了 你就可以去 究竟的 色究竟天 去成菩萨了 乃至去 长济光土 成佛了 所以这是什么 大家要明白 我们人是 借了个壳 借了个光阴天的壳 不小心 被尘染了以后 舒服在这个地球上 你连光阴天都回不去了 所以你只有解腹 解开和地球 这个天地人三界 所有的缠缠 纠结 都化成光 把它空性圆满地 解开的人 才能回光阴天 如果是你不想回光阴天 你可以用这个肉身 三十二相好 八是随心好的肉壳身 这个壳去成佛 佛菩萨没有动物身成就的 只有人 能够成佛 只有用人的躯壳 才能成佛 所以大家要记住 我们人来到世界 是究竟的命运 是这样的命运 那么在这个修炼的过程中 你会把天地 众生界的账 都还清了 因为你把它们都度化了 所以是 度尽众生 使成佛了 你就究竟圆满了 这是终极的 命运 你们要知道 那么要想完成这个 你光凭着自己的 一己之力是完不成的 所以你必须借助天的力量 天的力量 不是现代科学 所认知的仅仅是一种 这个吸引力法则 只是一种引力的原理 不是 在所有的生命体 作为心的生命体 是活体 里面就有神主 就像你是个活人 你里面就有个神主 在组着这个躯壳 你们看到天上的众星 只是闪闪亮亮的一颗星 实际上那里面有神主 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 这个北斗九皇 这个有北斗七星 还有左腹右臂 总共九颗星 九颗星都有主人 叫九皇爷 那么环天星斗之母 叫斗母 那么还有玉皇大天尊 那么紫微大地 还有我们地球之主 这个皇帝气 厚土皇帝气 又叫地母 所以是 大家要重新认知神的真实存在性 这些神主 可以帮助到我们 来把天的禅父 给这个解父 那么地母可以帮助我们 把地的禅父解父 地 除了这个地母 还有很多土地神 其各种神明 地有诸多的地神 所以我们要借助天神 地神 还有众生界的诸神 那么借助天地人三才 三道 这个神明的力量 我们和法界所有的众生 六道众生 解开纠结 解开怨恨 就容易得多 所以这就是什么 我们年初法会要开运 大家必须借助的力量 那借助天神的力量 所以待会儿呢 我们在法会期间 有一个拜太岁的过程 拜太岁的过程中 我们就要不仅仅是 像民间拜太岁那么狭隘 我们就要拜拜天上的神明 和地上的神明 那么要拜玉皇大天尊 要拜地母皇帝契 那么还有整个的这个天地间的六道众生的神明 六道众生里面都有神明 那么大家学过 这个孔雀明王佛母经 这里面这个光种类 是列了八百多种 那么数量是无数亿 数不清楚 所以我们为什么好运连连 是因为我们这个平台 可以说是在全球唯一一个 把这个天龙八部 用坛城供起来的 常年供奉的一个机构 你想 全部的天地 众生界的神明 都在享受着你们供养的香火 你们怎么能不富贵啊 所以大家要重视 我们开运法会 一定要礼敬 我们今天礼敬的项目很多 包括了天公 你们这个初九都拜过了 地母 包括了这个财神 尤其今年 我们把这个财神 很多财神都请来了 待会儿也请大家一起 拜拜财神 再好好拜拜 你们有些没沾上光的 赶紧今年好好拜财神 好好沾沾这个 百福千祥的光 百福门的光 然后跟着一起发家致富 残缘滚滚来 所以这是我们年初法会 一定要借助的力量 同时呢 要真心忏悔 真心忏悔 那么请求我们和我们纠缠 和我们纠结的众生的原谅 我们这个作为一个众生界的众生 我们实际上在六道中 都生死轮回过 不仅我们生死轮回过 释迦牟尼佛祖 他在六道中也生死轮回过 他做过路王 做过孔雀 做过孔雀王 等等 这个在六道中 都曾生死轮回过 所以大家的心态 要广大圆满 我们度如母众生 不是只度人这个系列的母亲 更重要的还有 你无论是动物身 鬼身 地狱身 还是天人身 都有父母 所以这个如母众生 就是指的六道 所有的众生 所以你的心态要广大圆满 不是只是度人这个种权 我们是在六道中 都轮回过的众生 都有父母 是六道的 不同合身的父母 所以都要度 都要度 那么这个今年的这个 看运法会 这个天命地运 我们为什么命运会坎坷 这就是说 我们在和天地纠缠的过程中 我们自身小生命体 组合起来的这个生命体 的内五行和天地五行 的生克化质不同 所以是受天的制约 受地的制约 受众生界的制约 这就变成了我们 有命有运 运有十二运 十二地支 子丑银毛沉塑 为身有塑害 天有时天干 甲乙丙丁 无几更新银馗 各有五行相配 那么和我们 造我们的那一天 那一年 那一天 那一时 那个月 那个时 那个日 那个时的 这个生命体 它有个深刻制化的 这么一个关系 所以是我们自己 不跳出五行 就一定会受制五行 那修行人 要跳出这个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那么怎么样才能够 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命由天 也由我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修学高级的无我法 也就是我们教给大家的空性正见 让大家在二十四小时 每时每刻都保持着 无我真空 空性光明的境界 那你只要安置在 这个空性光明中 你是近虚空变法界的 空明体的时候 五行制约不了你 三界鬼神制约不了你 谁能制得了这个太虚空啊 谁也制不了 所以你就真正地 跳出了三界外 不在五行中 你就不会受天地五行的 深刻制化 这个时候 你就进入了一种大自在 我命在我不由天了 所以我们修行 要改变自己的命和乐 终极是修一个空性正见 也就是在修心这个层面上 修无我 修无为法 修空性正见 这就是正法 离开这个 是自己不停地 这个膨胀 欲望膨胀 我慢膨胀 这是膨胀 这是磨 一正一邪 大家要注意 如果不停地修一个我厉害 我能行 我能怎么样 你就是个牛魔王 今天是牛年 说是你老老实实地修 不牛气冲天 你就是一个真正的孙悟空修行者 你如果是牛气冲天 自我我慢 自我膨胀 觉得自己这个修行了不得 觉得自己功夫了不得 自己的法门了不得 自己的团队了不得 自己的什么都了不得 这就是牛魔王 所以大家介入这个牛年 好好地辨别正邪 不要让自己那个牛魔王 再出来做魔做鬼 好好地这个做一头老黄牛 只管耕耘不问收获 无我真空 把自己融入尽虚空变法界 这样才能真正地改变命运 另外呢 我们在修行中讲究四个字 法财履地 记住 法是要有正法的师父 日月明的明师助士 给你有传承的正法 你要寻找到这样的正法的道场 正法的法脉 这个正法刚才说 就交给你 怎么去修空性 怎么无我的师父 这才是正法 而不是去搞迷信崇拜 师父厉害 团队厉害 什么厉害 我们的法门厉害 我们的体系厉害 我们的邦派厉害 厉害 这都是魔法 因为只有空性 如虚空 大虚空 如太虚空的空性 才是如来 我们最后一定是修到 这样的修心境界 你才是正法 这个是法 我们现在带给大家了 所以我在交给大家法的时候 清楚明白地告诉大家 这个是来自哪个师父 来自哪个帮派的 这不是我的法 因为我无我 张补生没东西 张补生他也不是个东西 张补生只是一个假名 来世我也不叫张补生 上一世我也不叫张补生 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名相所骗 你还追求着你的法厉害 你的团队厉害 你的帮派厉害 你就没去掉这个我 所以这个是法上面 大家要有简则 要走正法门 财 我们为什么要帮助大家 解决财富的问题 一个方面证明你修对了 说财富增长了 这是福报增长 另一个就是 大家只有钱财 只有你今生财务自由了 不再为钱财去卖命 为挣那点钱而去忙碌到 没有时间修行了 没有闲时光了 那这就是错误的人生 所以我们要帮助大家实现财务自由 就是等到有一天 你钱多到了 你根本这辈子花不完的时候 你就会辞去你那份辛苦的工作 不去干了 然后有时间跟着师父上山修炼了 耶稣基督当时带上山 五千多人在山上修炼 我希望我们今生也有这样的机会 五千人聚会一处 在高山上修炼 那就必须解决你们财务自由的问题 你不能够到时候买不起机票 还要师父给你报销机票 还请不下架 然后回来被炒鱿鱼了 那个时候不是你们被炒 是你们炒老板 不干了 所以财是必须要自由的 因为我们是局势深修党 你财富不自由 你就不可能真正大自在 也是你的福田不够 所以我们这一辈子要增福田 我们有很多的计划 福德增善计划 未来还有很多的计划 帮助大家 帮助真正的修行人 解决财富自由 而不是贪婪的人财富自由 所以这是财字 旅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团队 我们要有这些兄弟姐妹 你们的左邻右舍 坐在你们旁边的人 你们转头认识一下 狠狠地看他们几眼 为什么 要跟他们纠缠着 他们成佛了 必须带着你们去成佛 他们成道了 必须带着你去成道 这叫纠缠 这个道旅实在难求 一群修道人 一群修道人肯在道上走 不退转 相互搀扶着走 相互拉扯着走 我们都走到极乐世界 都走到今生立地成佛 要鼓掌就大声点过 这就是旅 所以大家要结成团队 跟着OSS不吊队 在这个平台上 大家相互搀扶着走 还是那句话 苟富贵 勿相亡 不要自己求富贵 要带着兄弟姐妹 带着有缘人 一起富贵起来 那么最后一个是地 修行要有地 这个地 一个是内在的新地要长扫 另外是 外面我们继续借助 一报世界的风水宝地修炼 这个疫情很快回国去 上面已经达成一些协议了 如果没有问题 我们今年冬天 可以去沟登谷过了 大家一定要去这种 风水宝地 地球上有九大龙脉 九大龙脉 希望你们跟着师父 都到九大龙脉上修炼 那这个可以省好几辈子的功夫 那么如果你们修炼得好 今生立地成佛 是有希望的 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新春开运 大法会 这个真正的开示 已经给了你们 大家要记住 法财履地四个字 记住你们需要 OOSS这个航空母舰 OOSS这个航空母舰 要能够把很多的众生 带到彼岸 也离不开你们这些 在船上真正诚心 红道的人 我代表 法界 感谢你们这些道者 掌声一下 待会儿呢 我们有一个仪轨 这个仪轨的饭本 已经给你们了 中间 我们大概给大家 三十分钟来休息 那么至于法会 都做哪些项目 这个大家都 有一些都是老同修了 我看有一些新面孔 新面孔可以问一下老同修 要做些什么 我们要度 这个如母众生 具体的 过去七世父母 今生父母 以及今生父母的列祖列宗 还有所有和我们有缘的六道众生 还有亡灵超度 阴灵超度 冤亲这主超度 那么还有供品 就是我们要向这些圣者献供 包括玉皇大天尊 地母 包括这个三观大地 这个十五是这个上缘 上缘这个 又叫上缘节 这个上缘这个天官 慈福的日子 所以我们要献贡 然后得福报 那么我们也要拜财神 借财库 你自己觉得钱还不够多 可以向中心请一个红包 里面是真有钱 真有现金的红包 来回家供着 来借财库 使他这个你们这个 咱们新加坡有个节节目叫什么 缤纷万千再生松 整天喊什么 百倍 千倍 万倍 千千万倍 我们不是经常是 一化十 十化百 百化千 千化千千万 记住最后一句很重要 度尽众生 使成佛 说你每天回家对着钱包念 红包念 一化十 十化百 百化千 千化千千万 最后一句 度尽众生 使成佛 好了 OK 好了 大家熟悉一些法会流程 大概我们休息半个小时 上个厕所 休息一下 我们再开始法会仪轨 好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